大家好我是Andy老師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引導Model 以及專業Model跟素人之間的差別 好在引導Model的部分 首先攝影師他必須要分階段的去學習 怎麼樣去引導Model的技巧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先從這個早餐考圖 然後給Model看 請Model去做出一樣的知識 用圖解的方式這是一個初期比較容易 能夠引導Model的一個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不可能常常出去 每次都帶這麼多圖 所以接下來你慢慢去練習 就是把圖解寄到你自己的腦海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示範的方式 告訴Model說請你坐這邊 或是手摸哪邊 讓他知道說你大概想要的一個姿勢是什麼樣子的 好那到最後呢 你慢慢開始練習這個肢體的引導部分 口語化的部分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用言語來去引導Model 讓Model知道說請你坐這邊 然後你的手幫我摸在第二片葉子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摸 你可以用這個就是話語的方式來去讓Model理解 好那開始使用這個言語來去引導Model的時候呢 首先你必須要先跟Model建立一個共同的語言 你必須要讓他知道說你在這個引導的部分 可能他在某一些用詞上面 你大概要知道說 哪一些用詞是你們是比較有共識的 那記得在引導方向的時候 不要千萬不要去說左邊右邊 因為通常Model有時候會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他很搞不清楚左右 所以你可以是用紙的方向 告訴他說請幫我看這邊 或是幫我看這邊 或是幫我看下面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可以比較快速的去讓Model能夠理解 你到底是要哪一個方向 才不會因為他為了要做姿勢 然後就導致他的這個表情 或者是整個動作上面變得比較僵硬 好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呢 就是你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只有你自己知道畫面是怎麼樣 其實Model他常常不是很清楚 到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所以你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適時的拿著你的相機的畫面 去給Model看 去告訴他說 我希望你再怎麼樣一點 我希望你再臉再朝這邊一點 我希望你再做挺一點點 讓他能夠藉由這個成品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去做修正 這樣子比較容易在引導的這個細節上面 能夠找得比較細膩一點 好再來是專業Model跟素人的引導方式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專業Model呢 基本上他們在這個肢體跟表情上面呢 通常都是有經過一些比較熟練的這個訓練 或者是他們的經驗是比較足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讓他們去先做一些肢體上的這個擺設 我們再從他們的肢體去做一些微調 微調到我們想要的一個姿勢 或者是表情 那素人這個部分呢 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給你這些這麼完美的姿勢 所以其實你如果用專業Model的引導方式 在素人上面你可能會很挫折 所以在素人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嘗試給他一個情境 請他用眼的 比如說請Model看一下這個窗外 然後這窗外呢 有一個很溫暖的陽光 那請你就是看著窗外 然後有一個很舒服的表情 你可以給他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情緒跟情境 讓他嘗試去用眼的方式來去把這個肢體演出來 那他演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迅速的去做一些微調 這樣子就可以按下快門了 我的澎湃人像這樣玩 攝影棚登靶大解密 已經在平台上線囉 歡迎大家去了解看看 那募資的優位期只到3月27日 剩下兩天 請大家有興趣的趕快去購買喔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是Andy老師 掰掰 有興趣的不能沒:「 我們來的工作早上 我們來的工作早上